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个北方人喜欢的经典小吃 驴打果 驴打果是东北地区老北京和天津味 传统小吃之一 成品是黄白红三色分明 啥是好看 因为最后的制作工序中 撒上的黄豆面 犹如老北京郊外野驴撒欢打果时 扬起的阵阵黄土 因此而得名驴打果 驴打果的原料有大黄米面 或者糯米粉 黄豆面 白糖 椰奶 植物油 红小豆馅 它的制作分为混料 制坯 抹匀豆馅 成型四道工序 做好的驴打果 豆香馅甜 入口软绵 今天我们就自己动手 制作经典小吃 驴打果 准备好原料 糯米粉 黄豆面 白糖 椰奶 植物油 和红小豆馅 具体做法 第一 混料 首先我们用椰奶 和面 当然也可用鲜牛奶 或者温水 打开椰奶罐头 把糯米粉倒到一个小盆里 椰奶慢慢倒入盆中 搅拌均匀 注意不要起球 或者有面疙瘩 最后 要把它调到有一定的流动性的面糊 这里的小窍门啊 就是这个面糊的粘稠度要掌握好 这决定了成品的松软与否 如果想松软一点 就调细一点 流动性非常重要 如果太粘稠 那么成品面卷就会太硬 现在我们调的这种流动性就非常理想 下面呢 我们拿一个空盘子 在盘底抹上一层植物油 这样呢 蒸完的面团呢 就不会粘盘子了 我们将面糊放入盘中 加入少许砂糖 搅拌均匀 然后用保鲜膜包覆盘子 这个目的是避免水蒸汽 落到面团表面 下一个工序 就是制批了 将装有面糊的盘子 放入锅中 蒸熟 大概20分钟左右 前5至10分钟 大火 后面改小火 蒸好后 从锅中取出盘子 除去保鲜膜 将盘子倒扣 将面团倒在面板上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面团是否松软 在工作台上 铺上保鲜膜 将面团呢 拉平 上面呢 上面呢 也铺上保鲜膜 用擀面杖 将面团擀平 擀薄 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 第三道工序 我们撒上黄豆面 抹匀 抹匀 在案板上撒一些黄豆面 接着 我们还用擀面杖 将面团 擀平 擀薄 最后的 大面饼 擀成一个 长方形 厚度呢 不要超过 两毫米 这时候呢 我们擀好以后 取出红小豆馅 在大饼上 涂抹 均匀 那下一个工序呢 就是成型了 大饼的最边上 要留一段 不要抹红豆馅 然后从头 卷成一个大肠卷 再在最外层 撒一些黄豆面 下面我们就用刀 切成小段 两厘米左右 宽度 不 外层啊 沾满豆面 呈金黄色 豆馅香甜 入口软绵 别具风味 豆馅入口 即化 香甜入心 黄豆面 入嘴后 可以不嚼 细细撇 这是老少皆宜的传统丰富小吃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